Avi 我怎麼覺得妳看起來變年輕了 但是他們說不出來我哪裡不一樣 要愛大家早安 等一下要去做一件 讓我非常期待已久的事情 就是全年擠掉 其實現在真的很不滿意我自己的臉 額頭的這個區塊 靈靈交交真的很多 然後尤其是女生很在意的夫妻公 不要說夫妻公如果不好啊 你就是故意嫁著標或是遇到不好的人 然後因為我又戴了牙套之後 所以我這兩側也很好 從側面一看啊 就是額頭的這一塊骨頭 會讓我覺得非常非常在意 就是在意到讓我覺得 我如果沒有上一點床 其實基本上我是不會想要出門的 矯正牙齒這個部分 我諮詢了我自己的醫生 然後也諮詢了王子姐醫生 發現其實現在的微調是不會影響太大的 所以才讓我下定決心 我真的要讓自己的臉部 去做一些調整 因為我從事服務業 然後我是髮型設計師 剛進來的員工 不管是設計師啊助理 都會覺得 嗯老師你好兇哦 看起來很不好親近耶 王子姐醫生第一個 就點出了我很在意的一個點 就是會看起來沒有親切感 我決定等一下去做全臉指雕 下的病毒 但是其實沒有我想像的種 而且傷口比我想像的還要小 後期師問我說 其實這傷口大概兩天就已經癒合了 嗨大家好我是AV 好久不見了 這是我做完全臉指雕七個月了 你會不會覺得我差很多啊 我自己覺得就是 跟之前差非常多 最主要是在 比如說像從側臉看 我那個眉骨的這個地方 還有顴骨 還有之前很明顯的會看得到眼袋 我覺得這幾個重點 都幫我改善了非常多 我做完全臉指雕之後 我真的覺得到現在 線條融合很多 而且我現在看鏡子 很喜歡我自己 沒有啦 其實我跟我老公感情很好 只是因為大家 房間大家都會講嘛 夫妻都凹啊 久了會可能對 夫妻感情不好等等之類的 當然其實並沒有 但我們感情是好的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我做完全臉指雕之後 我老公啊 他也跟我說 他覺得我的臉看起來柔和很多 可能我沒有任何表情 看著他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覺得說 我是不高興 然後我是不是對他不開心 或是我對他很不爽之類的 可是弄完妝後 他就覺得 我看起來真的柔和很多 然後看起來溫柔很多 之前沒有上妝的時候 卻很明顯的覺得 自己沒有精神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會覺得有點老態 而且女生就很害怕看起來老嘛 那其實不是說一定要弄得 妝得多年輕 但至少可以維持在一定的狀態 但我覺得以現在來講 我覺得我可以勇敢地走出去 因為第一 眼帶他不見了 第二我臉很多的零零腳腳 還有包含之前戴牙套引起的那個牙套臉 比如說臉頰凹啊的這些問題 我覺得對現在的我來說 我覺得改善非常多之後 我其實現在有時候 我如果去運動 我可以不擦任何東西 我就去健身房 其實那時候 我看到那麼多線的時候 我真的有點嚇到 嚇到一點是因為覺得 天啊 臉有這麼慘嗎 需要做到好像要大整 或者是大改之類的 但是王醫生就跟我說 其實重點要補的地方 他有畫圈 沒有畫圈的地方 其實也需要補 因為他覺得紙雕 重點要做的是 臉部的精緻化 對 然後讓臉部看起來柔橫 沒有那麼多的零零腳腳 所以我覺得王醫師這樣說 我就相信他 相信這個紙雕會讓我的臉 非常完美 困難度是不會的 因為其實就是照著診所 還有醫生跟我說的方式 就是前三天需要冰敷 而且也沒有像我在坊間 找的很多的資訊 就是臉腫得很誇張 或腫得跟豬頭一樣的那種狀況 不會 其實就很像 你前一天可能吃了麻辣鍋 吃了很重口味的東西 然後隔天有點浮腫 其實傷口真的很小 因為它小到 其實你只要貼痘痘貼 大概兩三天那個傷口 基本上就不見了 還有一個重點是 其實上了一點妝 其實就看不到了 而且會發現我現在其實 看不出來 真的完全看不出來 臉上是有動勾手術的 基本上身邊的人 不會有太大的覺得說 你好像去做了什麼手術 或不一樣 他們大部分反應都是 我覺得你現在變得好有精神 然後看起來就是容光煥髮 而且我覺得紙雕有一個 很好的優點是 做完之後臉真的會變很亮 沒有光澤 我這一點真的覺得差很多 是因為我畢竟是做服務業的 所以我們會有助理啊 會有同事啊 也會有客人 其實他們都覺得 我看起來和善很多 而且他們說有無辜感哦 我自己個人也覺得說 其實這個紙雕對我在工作上 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柔和了很多 那相對的我們的親切感就加分 大部分聽到的就是 可能有三個月沒有看到我的人說 欸 你看起來變年輕了 我怎麼覺得你看起來變年輕了 然後 但是他們說不出來我哪裡不一樣 這是我覺得做紙雕很成功的一個點 就是大家覺得你變了 但是不知道你變在哪裡 沒有人發現我做了什麼東西 但是他們就覺得 欸 阿比你變年輕了 我覺得你變得 像以前這樣看起來會很累 或者是好像沒睡好 沒有精神這些狀況 對我現在來說 基本上我很少聽到這樣的言語 客人當這樣問的時候 我說 其實我是一個不會說謊的人 我說沒有啦 因為我有去做紙雕 他們就好奇說什麼是紙雕 我說就是用自己的脂肪 然後醫生會看你的臉部的需求 去幫你做調整 我覺得我很開心我是來到玉貴倫做了全臉的治療 是因為我當初其實諮詢了很多的醫美 至少六七家吧 因為我其實有點龜毛 因為我覺得在諮詢的過程當中 比如說諮詢師的態度 還有表達包含醫生給的建議 我覺得這些都很重要 然後來這之後我發現 第一他們講得很仔細 然後再來其實 王醫師在跟我溝通的時候 甚至點出了我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讓我覺得說其實我可以安心跟放心的保我的臉 交給王醫師 那其實這中間的過程包含第二次回來補職 不管是醫生或者是護士 都很用心的讓我知道說 回家的術後保養 所以這也是讓我最後真的覺得 很幸好我選擇玉貴人 然後選擇了這個地方 讓我可以很安心的保我的臉交給王醫師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選擇要變美的權利 應該說醫美的這個區塊 對現在很多女生來說 已經是很平常的事情 我覺得只要你跟我一樣有這種困擾 譬如說菱角很明顯 譬如說像我還沒有做指標之前的照片 或是影片 會覺得太陽炫很凹 還有包含這邊顴骨的地方 沒有那麼的柔順 然後臉的線條不柔和的人 我覺得這個全年指標的CP值真的非常高 我覺得選擇醫生很重要 但我覺得大家要多多諮詢 因為多諮詢你可以越了解自己想要什麼 那最後呢 我還是很感謝我選擇了玉貴人 相信了王子姐醫師 然後有了現在的我自己 我們訂閱了 你謝謝你 我們可以珍貴人 祝你 我會做到你 nearest 你 我會做這個 感谢观看